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敲门,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热搜上张思思傅景同款手串,顺利登榜第一。 我打开微博一看,张思思的粉丝仿佛是在过年。 细心的人都知道,当红影帝傅景有一爱物,那就是手上的茉莉花手串。 除了拍戏,十天有十一天都会戴在手上。 无论网友们怎么身巴,都毫无头绪。 直到今天,小花张思思在微博上发了一张同款手串的照片,并且配文,按戳戳的小动态,感谢某人。 充满暗示的文字,加上同款的茉莉花手串,微博一下子就炸了。 妈呀,我看到了什么,思思和傅景该不会真的在地下恋情吧?快磕死我了。 早就发现他俩不对了,没想到竟然按戳戳地撒糖,CP粉狂喜。 张思思的粉丝迅速冲了整个微博,甚至还新建了CP粉超话。 名字叫,紧张夫妇。 网友们纷纷在微博狂欢,磕声磕死,甚至还剪辑了不少两人的粉红泡泡视频。 看见这个,我勾唇一笑。 这条手串是我当时送给傅景的,送完我就提了分手。 笔时傅景红着眼眶,从我身后抱住我。 他哭得像是地主家的傻儿子。 要是他的粉丝知道他私底下是这个样子,不知道会不会粉转黑。 我咯咯笑了一声。 手机叮得传来一条消息,我打开一看,是傅景的。 张思思的手串我不知道从哪来的。 我是难得代表,不会见一个人,就发一条手串。 我头疼得删掉聊天矿。 难得代表,何以见得? 我是娱乐圈万年女二号。 因为经常接一些勾心斗角的角色,所以路人缘不是太好。 刚刚和张思思合作拍完一部剧,她是女一,我是女二。 这部剧大爆之后,我的演技得到了粉圈的认可。 长了一大波粉丝。 自那之后,各种营销号就开始频繁地出现我的黑通稿。 拍戏片场勾引男艺人,耍大牌,戏霸之类的黑料,接踵而至。 反倒是张思思,营销号一个个都夸他人美心善。 经过这么一对比,我的粉丝更加没几个了。 彼时,我还以为是得罪了什么大佬。 后来我才知道,拍戏的时候张思思偶然看到傅景来探班。 一向对傅景有意的她,从此就恨上了我。 不仅在拍戏的时候给我穿小鞋。 那些黑料也是张思思花大价钱买来的,目的就是搞垮我。 傅景知道了之后,满脸怒气地帮我压下了黑料。 还扬言不会放过张思思。 在我的多番劝说下,傅景这才消气。 并不是我圣母心,我只是觉得这种互相拉财好没意思。 经纪人小杨来找我的时候,我正窝在沙发上躺尸。 刚刚结束了一部戏,我需要几天的时间休息。 她坐到我的旁边,顺手将电视按了暂停。 上次接洽的那个恋宗,已经确定嘉宾人选了。 我懒洋洋地撕掉了脸上的面膜,拿几个人。 小杨说,女生这边是一线女星张思思,当红小花梦生,还有你。 男嘉宾是影帝副景,顶流男星陈哲川,心近小生苏林。 听到这个阵容,我虎屈一阵。 导演是会选人的。 一个是我的前男友,一个是刚和我开思过的对家小花。 戏剧张力简直拉满。 要是不在这个综艺里边打两架,都对不起这个阵容。 不去,去了又要勾心斗角,还要被观众骂。 话音刚落,我看到小杨有些犹豫的脸。 姐,他们说了,一级三千万。 我猛然从沙发上坐起来,什么? 你没听错,十二期节目,一期给三千万。 小杨再次给了我一个肯定的眼神。 我咬牙切齿地捶了捶抱枕,那我只能含泪收下了。 这年头,钱难挣使难吃。 这哪是恋宗啊,这简直就是给我撒钱的财神爷。 只要钱到位,我能每天对张思思绽放一个灿烂的笑容。 录制当天,我选了一身不慎张扬的衬衫裙。 为了就是尽量减少自己的存在感。 我到的时候,张思思和陈哲川、苏林已经坐在沙发上了。 见我过来,众人也是客客气气地寒暄了一阵。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尴尬的氛围。 正在冷场的时候,客厅的门被打开。 傅景和梦生一起出现在门口。 大家都站起来迎接,毕竟傅景在圈内的地位极高。 梦生满脸谦逊地和众人打招呼,是内余甜妹无疑了。 然后傅景被安排到中间落座。 席间,他壮丝不经意地看了我一眼。 我没理他,装作看不到。 导演这个时候开始发布第一个流程,各位都是第一次见面。 那我们要通过一个小小的游戏来看看你们的默契程度。 是著名的折手指游戏。 游戏规则就是其中一个人说出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 在场的人没有的话,就要折下一根手指。 男生和女生分成两列,面对面坐着。 按照康未来排序。 我在陈哲川对面,傅景对面是张思思,苏林在梦生的对面。 还没开始游戏,弹幕上就已经在磕了。 导演是懂的,竟然把我家思思和傅景安排在对面,这个氛围真的好暧昧。 我一个不磕糖的人都觉得甜,谁懂啊,家人们今天紧张夫妇上大分。 游戏从陈哲川这边先开始,众人都把手放在桌子上。 陈哲川想了想,沟纯说道,我没和在座的各位老师合作过。 一句话,有人倾笑出声,在场的人都折了手指。 唯有苏林,在第一回合坚挺下来。 接下来轮到我,我早就想到了一个绝杀。 众人的眼神都看向了我这边。 我笑了笑,气定神贤地说,我和我经纪人一起逛过街,还穿过同一条裙子。 我和小杨关系好,是众所周知的。 而且,逛街这种私密的事情,别人也不会和小杨做过。 这次全军覆没,有的人已经折掉了两根手指了。 轮到傅景的时候,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这一举动,燃起了大家的八卦之魂。 傅景坐在凳子上,放在桌上的那只手上还带着茉莉花手串。 此时,弹幕上的八卦网友也在寻找张思思手上的痕迹。 果不其然,张思思今天也带了同款。 导播甚至给了两人手部的特写,简直就是磕堂狂欢局。 傅景笑了笑,眼神投向了我,在座的女明星里,有我的理想型。 一句话,弹幕和现场都差点疯了。 弹幕疯狂在刷紧张夫妇是真的,刷个了满屏。 可想而知,粉丝们有多疯狂。 而现场也是炸开了锅,陈折川笑得十分暧昧,一副看热闹不嫌是大的表情。 傅老师,你玩这么大的吗?显得我们刚刚提问的人好呆瓜呀。 哈哈哈哈哈哈。 众人笑作一团,初次见面的尴尬瞬间烟消云散。 傅景似笑非笑的眼神看向了我,我有些尴尬。 急忙转过头的时候,我看到张思思满脸亲目地看着傅景。 眼神深情的都快掐出水来了。 而张思思的眼神互动,却被傅景如数忽略。 这个游戏结束之后,大家就开始分房间了。 录制期间,我们需要一起在这边生活。 张思思首先抢了一个风景最好的房间,梦生就比较随意。 我和梦生分别选了剩下的两间房。 我下楼的时候,正好是中场休息。 摄影机都不在,导播也在跟流程。 傅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和苏林很随意地在聊着什么。 张思思端了一杯咖啡过去,有些羞懒地放在了傅景面前。 娱乐圈的人,个个都是人精。 见状,苏林赶紧借口打岔离开。 傅景修长的手指抹撒了一下手腕上的茉莉花手串。 不慎在意地开口,张小姐。 有事,张思思满脸笑意, 全然不像平时对人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傅景,我没想到你真的会来参加这个节目。 能和你一起做节目,我很高兴。 傅景紧绷着下河,没有看他一眼。 正好,我有事找你。 张思思面色一喜,急忙抓住傅景的手臂。 什么事情呀?声音甜美,光是听着都要画了。 傅景皱了皱眉头,将手臂从张思思的手中抽出上次你在微博发的那张图,跟我手上的这只手串很像。 我姑且认为你是无心的,都是公众人物,有些事情不用我说得太明白。 话落,傅景清冷的眼神投到了张思思的手腕上。 这一眼看得张思思的脸色一白。 傅景再次开口,为了避免引起误会,以后你不要带了。 作为当红小花,张思思向来都是媒体追逐的目标。 哪里受过这种气呀,当即脸色就青红交加。 她垂了垂眸子,笑得一脸温柔,是我考虑得不周全,以后不会了。 傅景的眼神看向她,你最好是。 好家伙,不愧是拿过女主角的人,这是真能演啊。 眼见这边的形式不对,我抬脚就想走。 没想到楼梯上的脚步声吸引了傅景的注意。 她朝我这边投过来一眼,沈佑,你这一来一去的,是想干嘛? 我有些尴尬地干笑了两声,只好下楼。 在聊天啊,那我去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帮忙的。 张思思皱着眉头,冰冷的眼神投向我。 全然没有了刚刚摄影机在的时候,那般和蔼可亲。 这时,傅景站起身,长腿迈开走到我身边。 我跟你一起去。 啊这,我看了一眼张思思,有些犹豫。 下一秒,我直接被傅景拉走。 这一举动让我心惊肉跳,幸好现在没有摄影师跟着。 晚餐的时候,节目组安排了两个小时给我们。 自然是为了让男女嘉宾可以互相了解。 陈折川是不折不扣的梗王,梦生也时不时地搭话。 这顿饭吃得也还算是活泼。 晚上,我们围坐在一圈,完成今天的最后一个任务。 每个人需要给自己想留言的人留下一段话。 可以说真心话,也可以进行邀约。 一人仅限一条,从男生开始听。 对于这种环节,我一向是不感冒的。 因此,没有给任何一个男生留语音私信。 首先是苏林上去,余下的五个人也是各怀心思。 此时,系统显示苏林有一条消息,是来自梦生的。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海豹式的起哄声,一向喜怒不行余色的苏林也在此时红了脸。 在听完这条语音之后,苏林勾了勾唇脚。 弹幕此时也在磕道飞起。 来自亲妈的姨母孝,苏林真的好纯情啊。 对对对,我觉得她和梦生真的好般配。 纯情大男孩和甜妹组合,我能磕一万年。 前面的,你的剧本我很喜欢,把我杀了给他们俩住住行。 苏林放下耳机,然后站起身来。 刚刚对方说,如果明天愿意一起约会的话,就张开手拥抱一下她。 苏林的眼神看向了梦生,眼底带着光,我想说,我愿意。 人群中,梦生害羞地捂住了脸。 然后在大家的起哄声中,礼貌地抱了一下苏林。 此时的气氛被炒到火热,接下来就轮到了我。 本来没有抱什么希望,没想到我竟然收到了两条语音。 一条是傅景的,一条是陈哲川的。 我有些惊讶地看向人群中的两个男生。 显然,我收到的两条消息也顿时让网友炸开了锅。 我没看错吧,傅景竟然给沈佑留言了。 妈呀,这是什么神级反转,你看张思思的脸色好难看哦。 他俩不是一对吗? 为什么现在又冒出来一个沈佑? 弹幕上也有理智粉丝,和强行晚尊的张思思粉,炒得不可开交。 一边骂我水性洋花,在节目里面蓄意勾引傅景。 另一边也有理智粉为我洗地,说这是傅景主动的,怎么也赖不到我头上。 我耐心地听完了两条语音。 陈哲川非常的主动,而且诚意满满,很难让人拒绝。 他说明天约我一起去水上乐园一起玩,希望我可以答应。 而傅景就显得务实多了,整条语音就八个字,还没完够,跟我复合。 我有些无奈地看向了人群中,一脸傲娇的傅景。 这是调狗吧? 如果现在没有摄影机,傅景已经在挨骂了谢谢。 我勾唇笑了笑,想了想,还是忍忍算了。 接着一秒破功。 妈的,谁爱忍谁去忍,反正我是不忍这条狗了。 最终,我还是在陈哲川期待的眼神中,答应了第二天的约会。 倒也不是因为别的,我实在是不想和前男友一起约会。 见我选了陈哲川,傅景的脸色一下子变黑。 周身的低气压肉眼可见,感觉他随时要刀人。 我有些不敢看傅景的脸色。 这样一来,后面的约会阵容就已经确定了。 苏林和梦生,我和陈哲川,张思思和傅景。 我们每一队都可以自己选定场地约会,与对方进行一天的了解。 阵容一出,柯景张夫妇的网友都要乐开花了。 张思思粉丝纷纷在弹幕上表示, 老婆真的好争气,拿下傅景,明天的热搜我们上。 这一对真的好好磕,从最开始他们俩的互动就没有停过。 前面的,可别为你家郑主挽尊了。 没看到傅景被分到和你家郑主一组,脸色黑成什么样了吗? 是啊,这都能强行磕,我看傅景摆明了,就是对沈佑有意思啊。 虽然我也不喜欢沈佑,但是看傅景的表现好像还真是。 在弹幕的吵吵闹闹中,第一期节目就这样结束了。 我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的时候,傅景忽然来了我房间。 他掐着我的腰,将我抵在门上。 气氛暧昧。 我转过了头,强迫自己不看傅景深情的眼神。 他温热的气息传来,薄唇就快要贴到我的唇上。 沈佑,你怎么敢答应陈哲川约会? 傅景的语气轻飘飘的,却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压迫感。 我有些不适地在他怀中动了动。 跟你有什么关系? 傅景,你别忘了我们已经分手了。 傅景忽然勾了勾唇,笑得有些妖野,分手,我可从来没答应过。 面对傅景的耍无赖行为,我有些气恼。 人要脸树要皮,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傅景,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赖了? 傅景眸色暗了暗,接着吻上我的唇。 知道拦不住他,我选择不回应他的吻。 傅景薄唇碾过,缠绵地损了损我的唇瓣,声音带着动情,沈佑,为什么一定要分手? 你明明知道我的心意。 我看向傅景,我已经给你讲过其中的利害关系。 傅景松开禁锢我的手,我从来不觉得那是我们之间的阻碍,要是我能处理好呢? 那就等你处理好了再来谈这件事。 傅景沉默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离开了我的房间。 我感觉双腿有些发软,不自觉地坐到了地上。 和傅景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个不折不扣的狐咖。 怎么形容呢? 就是比现在还狐一万倍的那种。 面对傅景,我总是会有一种身份上的落差感。 他红到出门都要包裹得严严实实。 我出门,甚至连墨镜都不需要戴,因为我没有粉丝。 说起来其实很心酸,但这就是事实。 傅景对我极好,可以说是宠到了骨子里。 有很多次,傅景想要公开恋情都被我阻拦了。 傅景这样的顶流,女友粉和事业粉众多。 如果一旦和我公开,我很清楚,我顶不住这种舆论的压力。 公开恋情就相当于塌房,对我和傅景没有半点好处。 为了这件事情,傅景和我闹过不止一次脾气。 说我是个渣女,把她睡了却不给她名分。 甚至还会在深夜喝多了酒的时候,哭唧唧地躺在我怀里,控诉我对她不好。 我相信傅景自然是爱惨了我的。 后来,傅景的事业更加如日中天,我却黑料缠身。 我觉得我心态上出现了很多问题,不能平等地看待我和傅景的关系。 我觉得我配不上傅景。 于是我向傅景提出了分手。 彼时,我将一串茉莉花手串戴在了傅景的手上。 你知道茉莉花手串有什么寓意吗? 傅景摇了摇头,只是不舍地抱着我,将头埋在我的颈窝。 我开口,茉莉花的花雨是,雨君茉莉,你在我心里永远洁白无瑕。 傅景的眼眶心红,声音带着沙哑,所以在你送我这么浪漫的礼物之后,你就要离开。 你知不知道,这样对我很残忍,我笑了笑,温柔地拂开傅景皱着的眉头。 有时候,别离是另外一种美感。 彼时,傅景哭得极为难看,这还是我第一次见他如此失态。 他红着眼掐住我的腰,沈幼,敢和我分手的,你是头一个。 接着,傅景摔门而出。 我和他这一分手,就分了两年。 中间傅景也找过我,通过各种方式重新追求过。 但是我通通都没有答应。 在家休息了两天之后,节目重新开始录制。 一大清早,他们几个人就在厨房准备早餐。 傅景是最后下来的,彼时我正在摊鸡蛋。 张思思原本是坐在餐厅吃早餐的。 看到傅景洗了手,在我旁边打下手。 张思思也放下了手中的三明智。 壮丝好心地过来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我看了一眼他。 早上经过餐厅的时候,看到他就连王吐司上抹花生酱都十分生疏。 一看就是平时在家不做饭的。 我笑了笑,没事,就快好了,你先吃吧。 傅景勾了勾唇脚,轻笑了一声,这里有我就行。 看似礼貌,实则感人。 张思思有些尴尬,朝着傅景点了点头,然后又坐回了餐桌上。 傅景都不让我家姐姐沾手厨房的事情,这得有多爱惜啊。 你看他们俩刚刚互动的眼神,这是要腻死谁,果然真情侣就是好客。 但是弹幕上总有几个说实话的。 你们眼瞎呀,看不出来傅景一直围在沈佑旁边。 是啊,张思思一走,傅景的脸色都变好了。 而且他们俩一个做饭,一个打下手,真的像急了两口子。 实在是太有夫妻相了,我有点磕怎么办? 要是换作是以前,弹幕上肯定没有我半句好话。 也许是因为傅景对待张思思的态度,很多网友也开始为我说话了。 吃完早餐之后,我们按照上一期的分队出发。 陈哲川开车,我坐在副驾驶座上。 他今天穿得十分帅气,身上还有种轻烈的香味。 看来是为了这次约会花了不少心思。 一路上,我们说说笑笑,很快就到了当地的水上乐园。 我换好了泳衣出来的时候,陈哲川正在休息区等我。 他的脸色有些不自然,还有疑似害羞的红韵。 我忍不住笑出声,原来这么射牛的他,那里竟然是个纯情大男孩。 陈哲川挠了挠头,笑着对我说,我们先去潜水区玩吧,你觉得怎么样? 他事事都征求我的意见,是个实打实的绅士。 我刚准备答话的时候,身后传来了一个磁性的声音。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要不要一起玩? 我回头,傅景和张思思穿着泳衣朝我走过来。 傅景杨纯笑得漫不惊心。 反观张思思,脸色不算太好看。 我尴尬地看了一眼陈哲川,他显然也是懵了。 原本以为今天是单独相处,没想到突然多了两个人。 陈哲川勉强笑了笑,你们怎么过来了? 傅景看了一眼我,接着开口,不知道去哪里玩比较好。 我觉得你们这个提议就很不错。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迷之静默,还是陈哲川先打破气氛。 没关系,那我们四个人一起,还热闹点。 作为内鱼街梗第一块的陈哲川,自然也是没让这个场面冷下去。 我们四个人一起往潜水区那边走,刚下水完了没一会儿。 张思思就坐在岸边捂着肚子,看起来很难受的样子。 设置组的人都围成了一个圈,旁边有助理在照顾他。 这是突发情况,我和傅景陈哲川也赶紧上岸。 张思思躺在躺椅上,额头上都是汗,唇色也变得苍白。 光是看着都十分难受。 拍摄还在继续,助理询问他今天吃了什么。 张思思擦了擦头上的汗珠,声音十分柔弱,只有早上吃了沈佑给我做的早餐,剩下的没有了。 我话音刚落,关注的焦点瞬间变成了我。 设置组显然也是懵了,一下子不知道做何反应。 傅景皱着眉头看了一眼张思思,语气低沉,今天的早餐,我是看着沈佑做的,绝不会有什么问题。 陈哲川也表示,早上吃了我做的早餐,并没有任何不舒服。 张思思却坚持说自己是食物中毒,气氛闹得有些难堪。 此时,弹幕上已经炒开了花。 姐姐看起来真的很难受,没想到沈佑竟然是这种人。 天哪,谁会在节目里面给人下毒,沈佑也太缺德了。 前面还觉得他人挺好的,这下直接路转黑谢谢。 看到张思思这个样子,节目组决定先把他送到医院。 我们三个人继续拍摄,经过这么一闹,我们也没了兴致。 陈哲川提议我们先去找一个餐厅,点杯喝的,顺便等等张思思的化验结果。 两个小时之后,检测单出来了,事情终于水落石出。 是即兴兰尾炎,附警直接走到导播的身边,不知道和导播说了什么。 回来的时候,导播特意吩咐设置组将张思思的病例单拍摄了进去。 这下,弹幕上喷我的人全部都哑口无言,甚至还有人为我平反。 看着附警金贵的侧脸,我心里有阵阵暖意。 张思思自从上次闹了那么一出之后,掉了很多粉丝。 而我的口碑在网上瞬间逆转。 大家都纷纷说我人美心善,变着花样给大家做好吃的。 反倒是张思思,吃了我做的早餐,最后还要倒打一耙。 节目还在进行中,附警和陈哲川俨然成了竞争关系。 附警加菜,陈哲川转捉。 陈哲川开门,附警二话不说上车。 就连陈哲川找我,附警也必然要跟过来。 节目粉甚至把这种显眼包的名场面做成了鬼畜视频。 我也看过,确实是看一次笑一次的程度。 我们的节目也因为这两个人的花孔雀求爱方式,大火了一把。 导播十分满意,觉得达到了预期的节目效果。 只有我,被夹在中间真的很为难。 我是谁都不想选。 网友们现在已经不磕张思思和附警了。 自从上次附警追我追到水上乐园,我们俩就涨了一大波CP粉。 现在粉丝们在争吵的是,谁跟我比较配? 家人们,谁懂啊? 我从人人排挤的黑红胡咖女星,瞬间成了香波波。 粉丝们甚至把我列入了那于抢嫂子大战的前三名。 但凡是零男星发某音,或者微博,下面必然有粉丝放我的美照。 还附上留言,哥,看到了吗?我就要这个嫂子。 你们都别抢,我们赴影帝都三十二了,先让给我们。 凭什么让给你们? 这是我给我家哥哥选好的嫂子。 为了抢我,粉丝们打得是不可开交。 我们这档节目也变成了很多人茶余饭后的电子榨菜。 节目很快就到了收官阶段。 最后,苏林和梦生通过节目成了真情侣。 从第一期开始,他们俩就是双向奔赴。 从头到尾,这两人都一直在撒糖,没有一丝虐点。 最后一期节目,两人互相表白热吻,羡煞旁人。 看得我也是热泪盈眶,被他们一路走来所感动。 节目结束后,我们在一起聚餐。 正好碰上我来了亲戚,我有些不适地按了按腰。 席间,傅景将我的凳子移到了他旁边,然后细心地帮我揉捏腰部。 我有些惊讶地看着他,他怎么知道我腰疼的? 傅景勾纯笑了笑,在我耳边说,下次别忍着,吃完饭就送你回家。 我不禁感叹道,前夫哥可真贴心啊。 本以为,结束了节目,我和傅景的交集也消失了。 没想到他竟然不要脸地搬到了我家。 美其名曰,更方便照顾我,其实就是怕陈哲川私下里找我。 我勾纯笑了笑,没有戳破傅景。 这几天,小杨在给我接洽新的剧本。 这是一个古装的IP,目前已经订了男主角是傅景。 因为这部剧在网上的期待值很高,所以在选人的时候,资方也很纠结。 最后,选定了几个流量小花作为参考。 没想到傅景竟然指明要我出演女主角。 这个消息放出的时候,网上热议很大。 甚至有网友跑到我的微博下面留言, 姐姐,就给咱们哥哥一个名分吧,不会影响到你们事业的。 我有些傻眼了,傅景追人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后来,还是导演亲自来找我谈的。 只说给我一次试镜的机会,如果不过的话,就会换人。 我心里这才舒坦了很多。 至少,有演技傍身会让我觉得踏实。 试镜的那场戏,是女主发现男主一直在默默地爱着她, 中间的误会都是女主恨错了人。 这场戏是一场哭戏,要尽量表达出女主悔不当初。 前面几位小花都哭得肝肠寸断,演得十分卖力。 到我上场的时候,傅景淡定地坐在导演旁边,一句话都没说。 我在心里默念了一下台词,接着就开始娓娓道来。 一边说,泪珠就像是断了线一样地往下流。 我并没有爆发式的痛哭,只是默默流泪。 现场的氛围被我带动,气氛安静地可怕,空气中只有我念台词的声音。 这一段演完,导演还沉浸在剧情里面,没有回过神来。 傅景首先给我鼓掌,接着视镜间掌声雷动。 最后,这个角色被我成功拿下,直到我顺利进组和傅景搭戏。 我觉得这一切有点不真实。 粉丝们更是调侃,要升咖了,我的宝贝。 而傅景这个人却是骚断腿,经常当着剧组人的面撩我,毫不避讳众人的眼光。 我们的路透也被各家的战姐发到了网上,热度极高。 我第一次尝到了爆红是什么滋味,就当我以为我在一线站稳了脚跟的时候,一件影响极其恶劣的事情发生了。 狗仔忽然在微博上爆出了一段视频。 视频里,我和导演先后进出了同一个房间,在里面待了好几个小时。 视频在网上被疯狂转发,甚至有不少人说,刚粉上我就塌房了。 我仔细地回忆了那天。 视频里,我确实是和导演一起进了同一间房间。 但是,那是傅景的房间。 当天,导演针对第二天的重头戏,临时到傅景的房间给我们补课。 房间里也有不下三四个工作人员,都是可以作证的。 事情一出,小杨马上就给我启动了危机公关。 表明这件事是个误会,并且发了公文说明当天的情况。 但是,这次的黑料来势汹汹。 不同的声音在网上发酵,甚至有人造黄瑶。 如此大规模的网报,我还是第一次经历。 傅景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在化妆间。 他看了看,我已经哭到红肿的脸,心疼地揉了揉我的头发。 别哭了,我有解决办法。 我抬起眼睛,看向了傅景。 他勾唇,拿了一把凳子在我身边坐下。 然后掏出手机,给我放了一段视频。 视频正好拍摄了那天大家进入傅景房间的全过程,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只要把这个视频放出去,所有的误会都能解释得通了。 我有些好奇,你怎么会想到拍摄这个,你以为我在圈里这些年白混的? 傅景放下手机,只要是关乎到进出酒店的事情,不管是男女,都要慎重。 我这才明白,平时看起来不靠谱的傅景,竟然是这么细心的一个人。 傅景靠一己之力压下了这次的黑通稿,甚至还查出了幕后黑手。 当我知道这件事是张思思做的时候,我还是有些震惊。 我从来不想以最大的恶意去揣夺一个女性。 可是,张思思让我明白一个道理。 有的人,你无论给她多少次机会,她还是会选择最阴暗的那一面,伤人伤己。 张思思作为这件事情的操控者,在网上被曝光。 网友们纷纷让她滚出娱乐圈。 所谓强导众人推,网友们还挖出了不少张思思的黑料。 以前虐猫上过热搜,还扇过同组小演员的巴掌,爬上知名导演的床。 诸如此类,数不胜数。 这下,张思思的名声算是彻底败坏了。 当天,傅景发了一条微博。 那于没有第二个人戴茉莉花,也不红,倒是爱蹭。 这一句话显然就是在嘲讽张思思。 小杨乐的脸都要笑烂了。 毕竟,这种打脸绿茶的戏码,还是要男生来做才有意思。 因为这一波热度,我和傅景上的新剧带有天然的流量。 剧播之后,我和傅景再次翻红。 周末,傅景忽然给了我两张演唱会的门票。 我接过一看,竟然是我最喜欢的歌手。 还是寻回演唱会。 傅景看着我,笑得格外好看。 难得有时间,我们去看演唱会吧。 傅景,他是懂得怎么投其所好的。 我点了点头,然后快速撸了个妆,戴上帽子就和傅景出了门。 到达场馆的时候,已经是晚上。 现场的气氛很好,粉丝拿着应援和灯牌。 演唱会开始,我和傅景低调地坐在人堆里。 随着几万人一起唱歌,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我看向了旁边的傅景,心里忽然有些感动。 明明为我做了这么多,但是傅景从来都不求回报。 甚至从未在我面前邀功。 我的心动了动,随后抚到他的耳边。 傅景,我们复合吧。 也许是现场的气氛太热烈,又可能是声音太大。 傅景有些不可置信地看向了我。 他的眼眶有些泛红,激动到嘴唇都在轻微地发抖。 沈佑,你认真的,我点了点头。 此时此刻,不能再认真。 傅景忽然笑了,然后一把将我搂进怀里。 你这个魔人精,只有你懂得怎么拿捏我。 我在傅景怀里笑了笑,忽然听到了现场一阵惊讶的起哄声, 我疑惑地抬起头。 大屏幕上,正是我和傅景两个人相拥的画面。 现场所有的眼神都投到我这边来,我的脸瞬间红了。 然后不好意思地埋到傅景的胸口。 傅景勾唇笑了笑,修长的手指宠溺地摸着我的后脑勺。 画面看起来酥到炸裂。 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现场的气氛热烈,不少人已经认出我和傅景。 就连还在开演唱会的爱豆都在台上起哄,让我们来一个亲吻。 我从傅景怀里出来,笑着摆了摆手。 虽然我经常面对镜头,但是这种场面还是让我羞红了脸。 下一秒,一只霸道的手臂将我后脑勺撑住。 傅景火热地唇吻了上来,唇齿娇缠间,呼吸也变得急促。 我主动攀上傅景的脖子,吻得更深。 台上开演唱会的爱豆也忍不住开玩笑,哟哟哟,两个人亲一张嘴,穷得嘞。 现场的气氛被我们挑得火热,爱豆也唱起了甜歌。 当晚,我和傅景演唱会拥吻上了热搜。 之前可我们俩CP的粉丝上蹿下跳,恨不得敲锣打鼓。 庆祝他们在抢嫂子大战中拔得头筹。 那时候,傅景卡点发文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把一直喜欢的人搞到手了。 这条微博当晚就破了一百万的点赞,热度高居不下。 粉丝们更是因为这句一直喜欢的人,纷纷幻想我和傅景有着怎样浪漫的过去。 和傅景重新在一起后,他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 非工作外的时间,只要出现,必定是和我在一起。 就连微博简介都改成了沈幼的男朋友。 不得不说,傅景简直就是个实打实的恋爱脑。 恋爱期间,所有的收入全部上交。 甚至连婚房都写的我的名字。 他求婚的那天,只请了平时最好的几个朋友。 就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海边,他向我单膝下跪。 沈幼,求婚这一幕我曾经在脑海里幻想过无数次。 我一直觉得,求婚所有的细节很重要,直到这一天真的到来了, 我才知道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 你向我走来的那个瞬间,我真的有点绷不住。 我想,这辈子我所有的幸运都用来遇见你。 和你在一起,我总觉得一辈子太短了,不够用来回忆。 我爱你,胜于昨日,略窥明朝。 嫁给我,可以吗? 傅景的眼神里闪烁着我未曾见过的风华,令人动容。 我站在原处,忽然觉得百感焦急。 我开口,傅景,你日日把这个茉莉花的手串戴在手上, 你知道它还有其他的寓意吗? 傅景看起来有些紧张,吞了吞口水,然后摇了摇头。 我笑了笑,愿君莫离,相濡以沫。 话落,傅景的眼眶有些湿润,我蹲下身替他擦掉落下来的泪。 万上茉莉,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傅景,我答应你。 我伸出手,傅景颤抖着手,给我戴上了戒指。 他将我拥入怀中,沈幼,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把你放开。 始于心动,终于摆手。 我和傅景终于做到了红竹双影一双人。 后来,傅景问我为什么喜欢看他。 我说,我喜欢我望向别处时,他落在我身上的目光。 热爱是不会过期的。 我们的热爱永远浪漫。 接下来的故事更加精彩。 我是娱乐圈的糊糊女星,带四岁的儿子上亲子综艺。 凭着我儿子一张好看的脸,我总算小伙一次。 但是他做得要死,我俩天天掐架。 他又一次在镜头面前哭着说我不给他做饭。 我将他低溜到墙角。 田舟,你别造我摇啊。 我不做饭,你怎么长这么大的? 田舟是我给他起的小名。 他点了点角,看了看镜头,委屈到,我都是自己做饭的。 然后他熟练地打开做菜视频,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儿童厨具,给自己做起饭来。 我叼了根雪糕,开始点菜。 今天想吃红烧肉。 他哭着点点头,麻烦的女人,我做什么你吃什么。 他翻了翻视频,找到了红烧肉的视频。 大约是有镜头给他撑腰,他越做越委屈,偶尔还擦擦眼泪。 这放在以前是从来没有的事。 我瞟了他一眼,委屈了。 他摇头,怎么会,都是这原葱太辣了。 节目播出后,我的心形带娃方式被年轻人欣然接受,迅速火出圈。 在又一期节目里,我们需要做菜招待其他家庭。 我截了几个做菜视频给我儿子。 他在厨房忙得满头大汗,终于绷不住,开始碎嘴子。 妈妈,你猜我以后想做什么? 我吃了口苹果,问他,做什么? 他哭着将菜扔进锅里。 我要当玩具店老板,有枪了第一个就崩了你。 我随手拿过一旁的水枪,扔到他脚边。 先崩你爹去。 他是我的私生子,关于他爹的事,我从来没和他说过。 他撅着嘴做好了饭,我张罗着邀请其他家庭吃饭。 他拿着水枪一个人去了卫生间。 我以为他是太热了,去玩水凉快凉快,就没管他。 吃完饭后,我去卫生间找他,我轻轻开了个门缝。 田舟大厨,今天辛苦了,节目结束后带你去游乐场。 他正举着水枪,不停地喷水。 闻眼,他瞪大眼睛回头,真的吗? 妈妈,我刚点头到一半,就看到他面前的照片。 心进影帝审出。 我又看了看他身旁跟着的摄像头,声音都有些抖。 你拿着谁的照片呢? 在干嘛呢? 他拿着湿漉漉的照片递给我,不是你说的让我先崩我爹吗? 我抢过照片,藏在身后,他不是你爹。 他撇撇嘴,拉着我的手出去。 可是我明明看到你晚上捧着他的照片一脸一母笑。 我现在只想捂住他的嘴。 我那是对偶像的爱慕。 他还妄想说什么,被我制止了。 这可不幸说,毕竟这是真爹啊。 节目是以直播的方式播放的,所以一点剪辑的机会都没有。 田舟此话一出,我和沈初被挂在热搜三四天。 这件事毕竟是我连累了他,为避免他粉丝说我蹭热度,我立马出来澄清。 孩子父亲另有其人,他是素人,不想出现在镜头前,沈初老师是非常优秀的演员,我作为粉丝是很喜欢他的。 澄清后,他的粉丝理智些了。 可是我俩的CP粉却心碎了。 某些疯狂的CP粉已经脑补了一出正当红的影帝与娱乐圈糊糊女星的狗血爱情故事了。 他们甚至还扒了田舟与影帝的相似之处。 不过还好,田舟长得像我,和沈初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粉丝们越来越癫狂。 田舟叫田舟,一定是喜欢喝田舟,但是影帝是咸舟党,一定是富富的正了。 影帝性格高冷,田舟是暖男碎嘴子,也是富富的正了。 他一定是影帝儿子没错了。 我真的会谢。 舆论发酵了好几天,影帝一直没出面澄清。 他不会没看见,放任这种舆论对他百害而无一利。 我纠结了几天,终于给他发了消息。 儿子不是你的,你澄清一下吧。 意外的是,消息居然发过去了。 当初分手的时候,他已经把我拉黑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偷偷拉回来了。 可能是真的放下了吧。 他几乎立刻回复我。 就简单的一个字,多余的一个字都没有。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发了微博,却不是澄清。 我确实曾经和素素有过一段恋情,按照时间推算,这个孩子确实有可能是我的。 这算哪门子澄清啊? 我给他发了好几条消息质问他,都没得到回复。 后来我吃巨资压了热搜,但是热搜越压越高,便直接放任不管了。 我继续录我的综艺,做我的小壶咖。 这次综艺是几个孩子独立去村里收集食材。 我将我的手机给了田舟,让他照顾好弟弟妹妹们。 我们在家里通过直播,看孩子们的行踪。 不得不说,这个综艺大人们真的很轻松,啥活都锻炼孩子做了。 他们找食材一开始很顺利,而且还有几个录像老师跟着,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都放下心来。 可是村子有点偏僻,走着走着就迷路了。 有一个小女生比较小,开始哭了起来。 田舟放下菜筐,替女生擦了擦眼泪。 别怕别怕,我们一定会走出去的。 小女生被安慰就更委屈了,哭得更厉害。 一个孩子开始哭,其他孩子立马也开始哭起来。 田舟安慰不过来,也别别嘴,却硬忍住了眼泪。 他拿出手机,翻了翻微信,然后找到了备注是审出的微信,打开了视频电话。 我慌得直接站起来,可惜隔着镜头,我不能叫他停住。 这个电话可不兴打呀,可是对面立马就接了。 田舟立马哭了出来,一把鼻涕一把泪递道,爸爸,我们迷路了,我好害怕呀。 审出在电话那头也急得够呛,但是只能语言安慰他。 别怕呀,宝贝,爸爸在呢? 你别怕,旁边是不是有摄像叔叔在呢? 你跟着摄像叔叔不会有事的。 视频里,审出的画面不停地抖。 周围还有大树,像是在什么深山大林里,应该是在剧组拍戏。 田舟委屈地点点头,忍住哭意。 可是爸爸,我好想你。 这小兔崽子都不说想我。 沈初也委屈地扁着嘴,终于找到他俩像的地方了。 他俩扁着嘴如出一辙,大约过了五分钟。 一个头发乱糟糟的男人从旁边冲出来,将田舟抱进了怀里。 爸爸在呢?宝宝别怕。 他从哪冒出来的,怎么就直接叫起来爸爸了? 看他俩这熟悉的程度,看来早就勾结到一起了。 我的手机在田舟手里,身边也没什么电子设备,只能看着镜头里他俩轻易地抱在一起。 田舟见了沈初立马有了仪仗,扯着沈初的手拍了拍哭得正欢的小妹妹。 妹妹别怕,我爸来了,我爸可是无所不能的。 沈初认同地点了点头。 整了这么一出,节目组也担心几个孩子一直哭,便让摄像老师将孩子们带回来。 几个摄像大哥拿着镜头拍了拍对方,每个人脸上都流露出迷茫。 好家伙,大家都迷路了。 然后镜头就一起对到沈初的脸上。 沈初低头看了看满脸期待的田舟,冲他笑了笑。 他揉了揉凌乱的发,似是下定决心一般,道,行,跟我走吧。 我身边几个大人本来还紧张兮兮的,看到沈初自信的样子,立马放松起来。 我无奈地叹口气,起身拿起外套。 其中一个宝爸叫住我,你干嘛去? 我指了指电视屏上的几人。 接人,那玩意不记录。 沈初是个路痴,他只有一副好皮囊,好皮囊下面是个傻白甜。 他们听我说完,又开始紧张起来。 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出门去接他们。 最后在一个小树林里把他们捞了出来。 田舟看到我的那一瞬间,眼睛都亮了,松开沈初的手朝我跑过来。 结果跑了两步,就被一只手滴溜起来。 沈初滴溜着田舟,往后走了几步,把他放在地上。 然后跨着大步朝我走过来。 他想要拉我的手,但是就在快要碰到我手的时候顿了顿,转而轻轻戳了戳我的肩膀。 速速,我快被吓死了。 我没理他。 我还没承认田舟是他儿子,我甚至还等着他澄清呢。 结果他俩被刺我,狼狈为奸,出卖我。 这会儿功夫,田舟倒腾一双小腿已经跑到我对面。 我张开手臂想抱他,结果就在田舟快要扑到我怀里的时候,又被低溜起来。 沈出一只手扯着田舟,将他拉到身后,然后俯身自己钻进我敞开的怀抱里。 我立马往后退了几步,别想和我吵CP。 他被我拒绝也不恼,转身抱起田舟。 边走边道,你娘就是口是心非,明明就是因为担心我过来接我的,现在拒绝我是因为这么多摄像头看着呢。 他害羞。 田舟似懂非懂地点头,哦,可是妈妈应该是来接我的吧。 沈出轻轻戳了一下他的脑壳。 胡说,你妈知道我是鹿痴,她知道你是鹿痴吗? 田舟被他说服了,点了点头,确实不知道。 我戳了戳沈出的后腰,别在这给孩子洗脑。 他被我戳了一下,回头满脸春风得意。 儿子看到了吗? 你妈主动碰我了爱。 她以前不是这样的恋爱脑啊。 终于把孩子们接回来后,熬过录像的时间,我把沈出衣病带回家。 因为她的露脸,节目的热度又起来了。 我拿着手机看热搜。 田舟和沈出一大一小,两个人乖乖站在我面前。 我表面上在看手机,实际上偷偷在挑他们。 他们俩对视一眼,朝我弄弄嘴,又用口型说着什么。 然后田舟摇了摇头,一张脸快凝成一团。 显然,他俩在商量什么坏事。 我刚抬手敲了敲桌子,田舟立马跑到我腿边,开始装哭。 他一边哭,一边摇我的手臂。 妈妈,舟舟不能没有爸爸呀。 没有爸爸的孩子,就像没有灯塔的船,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我抽了张纸递给他,你爸做不了灯塔的,他自己都找不到路,能给你指引什么方向。 田舟抬头看着沈出愣了愣,又把脸皱起来。 妈妈,舟玉不能没有爸爸呀,没了爸爸的孩子,就像鱼儿离开了。 我打断他,道,就像鱼儿离开了自行车。 沈出文言猛然抬头,疑惑道,也不是这么没用吧。 田舟愣了愣,回味了一会儿,我这句话,觉得有趣,竟不自觉扑吱笑了出来。 还用刚刚哭出来的鼻涕吹出来一个大鼻涕泡。 他俩对视了一眼,一起笑了起来。 我用手指敲了敲茶几。 可,那个,正经典,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结到一起的。 沈出伴蹲在我腿边,替我捶了捶腿。 孩子找爸爸,怎么能是勾结呢? 我瞪了他一眼,他们立马乖乖交代了。 一年前,他俩就联系上了。 田舟把我微信里的大部分的男的都联系个遍,问每个人你是我爸爸吗? 怪不得有一段时间我周围的男的都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我。 直到问到沈出的时候,沈出回他, 我不是你爸爸,我是你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心甘情愿给你报销一切消费的小爹。 他还以为我是去求和的。 田舟不识字,还是把文字复制到一个软件上, 然后让人家读出来,他才听懂。 他天真的以为真的是要给他报销的, 直接给他发了好多奶粉、纸尿裤等儿童用品的链接。 不得不说,田舟真的很顾家, 这个时候了,也是买了些他用得上的日用品, 没有买一个玩具。 沈出看完,气急败坏地下了单, 还不忘放狠话。 你别拿这个来气我, 我和你说我孩子都三岁了, 比你这个刚出生的小屁孩大了好多呢, 他还得管我儿子叫歌呢。 田舟实在觉得两边复制文字太累, 就直接给他打了语音通话。 接通后,他小乃音先是喊了声小爹。 沈出立马就没之前硬气了, 然后两个人就聊上了, 又对了一下年龄, 断定了田舟就是他儿子。 田舟得意得很, 仰着头看着我和沈出。 我每次都会偷偷把聊天记录删了, 谨慎吧。 沈出不可思议地看着田舟, 我说怎么都一年了, 你妈一句话没跟我说过, 原来被你小子瞒住了。 田舟更骄傲了, 道,那不是怕咱俩的是败路吗? 沈出拍了拍田舟的头, 你小子就没想过, 你要是不这么谨慎, 我和你娘早就和好了。 我听到这, 忍不住笑了笑, 那不是智商随爹了吗? 田舟这才恍然大悟, 懊恼地摇头, 还好只有智商随爸爸, 不然我可惨咯。 沈出给田舟使了个眼神, 去吧, 做饭去, 别影响我和你妈增进感情。 田舟直接躺在地上, 打了两个滚。 为什么爸爸不做饭? 为什么爸爸回来了? 累得还是我? 微信上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说等你回家了, 天天带我出去玩, 天天给我做好吃的, 我不管, 我不做饭。 沈出将田舟抱起来, 亲了一口, 乖, 这都是为了见你娘使的手段罢了。 田舟当场愣住, 愣了两分钟, 见我们没一个人理他, 拿了一张我的照片, 又从我钱包里, 拿了一张沈出的照片, 拖着水枪去了厨房。 田舟刚走, 沈出就朝我凑了过来。 当初是我冲动了, 别生气了呗, 都气了五年了。 当年我和他分手也是一时冲动。 我当时被大导演看上, 找我演剧的同时还想要钱规则我。 我推了剧本后, 被大导演四处刁难, 很长时间接不到剧本, 哪怕是小成本剧。 沈出那时候还不是影帝, 但是在圈内已经小有名气, 我们那时候在秘密恋爱。 他看不过我被欺负, 公然为我发声。 这无异于断送了他自己的演绎之路。 我自己的事业受影响倒是无所谓, 但是他的事业才刚有起色。 我虽然知道他是为我好, 但是还是批评了他几句。 大约是话说中了几分, 虽然都是为了对方好, 但是还是闹了矛盾。 我一气之下说了分手, 并说了气话, 说一辈子都不需要他为我出头。 他听到我说分手当场就委屈哭了, 哭着被我逼着, 删了为我发声的微博, 然后向大导演道歉。 我怕被狗仔拍到恋情影响他的事, 从他的住处搬了出去。 他一边哭, 一边帮我搬东西, 将我送到出租屋, 也开始向我放狠话, 然后当着我的面拉黑了我的一切联系方式。 分手后, 他立马进组了, 并且很快就爆红, 事业蒸蒸日上。 而我在分手后, 没多久就发现怀孕了, 多少次想和他说, 可是看到他事业正红火, 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若是那时候爆出有孩子的事, 事业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时候的观众, 还不是很能接受演员恋爱结婚生子的事。 反正我这辈子也没打算和别人结婚, 就把孩子留下了。 生孩子, 带孩子耽搁了我不少时间, 我在圈内的名气越来越低, 与他的交集也越来越少。 虽然分手这么多年, 我还是没能忘得了他。 毕竟分手也不是因为两个人过不下去了。 沈初戳了戳我的手臂, 明明以前天天喜欢粘着我的人, 现在只敢戳戳我。 他有些委屈地低下头, 连看我都不敢。 那你怎么才能原谅我吗? 我摸了摸他的头, 去跟你儿子一起做饭去。 他闻言, 乖乖起身去了厨房。 他一脚刚踏进厨房, 接着就传来了惊呼声。 孩子静悄悄, 地定在坐腰。 虽然田舟很乖, 但是也不排除这个可能。 我也起身, 朝厨房走过去。 我还没进厨房, 就见到了他们父慈子笑的一幕。 田舟坐在洗菜池里, 手里举着水枪, 里面泡着我和沈初的照片。 他举着水枪, 朝着沈初不停地喷水。 田舟一边喷水, 一边念念有词,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拥有无数水枪的田舟。 我劝你快点缴械投降, 不然我一定代表法律消灭你。 我嫌弃地将它从水池里捞出来。 没有一个厨师是拿着水枪的。 田舟拿水枪喷了喷审出, 一脸天真的看着我, 这都是我从厂家批发来的。 批发来的, 有火箭吗? 田舟点了点头, 必然有。 我深深为他的智商感到头疼, 无奈地擦了擦他头上的水, 道, 那你别拿水枪了。 杀伤力不大, 拿火箭了, 第一个崩了你爹, 让你爹也见识见识太空什么样。 我不知道田舟对太空有没有什么概念, 但是他奥特曼看得多, 对M78挺了解。 那能不能拿火箭先把我自己崩了? 我想看看奥特曼, 勇猛。 沈出文言瞪大了双眼, 拿着毛巾给田舟围上, 擦了擦他身上的水。 他声音温柔, 饭做好了吗? 不好好做饭的孩子, 奥特曼不喜欢的, 而且你妈该饿了。 田舟本来满脸微笑地畅想, 去见奥特曼, 被沈出一句话就打回了现实。 他狠狠瞪了瞪沈出, 指了指一旁的桌子。 你们就等着吧, 等你们死了, 一个埋南极, 一个埋北极。 我翻了个白眼道, 谁在乎呢? 反正死了。 沈出抱着田舟, 冲他皱了皱眉头, 我在乎啊, 你可不能这样, 我死都要和你妈埋在一个坑里。 田舟心领神会地点点头, 那你俩今晚睡一个被窝吗? 沈出试探性地看了看我, 道, 睡, 睡吗? 我没说, 就是微微眯起眼睛质疑他。 他立马心领神会, 自信道, 你妈妈没说话, 这代表什么? 他默认了。 我一个狼头拍在沈出头上, 默认个头。 沈出揉了揉脑袋, 那也行, 我把头放你被窝里, 身子放外面不就好了? 有时候真搞不清他是故意的, 还是脑子真的瓦特了? 因为我和田舟上的综艺是直播, 所以也没什么后期剪辑。 沈出就那么心大的出现在镜头下, 现在网上都已经吵翻天了, 其中分成了两派, 一派觉得我们真是好客, 一派觉得是炒作, 他们炒得不可开交, 炒着炒着甚至开始对我的演技进行攻击。 其中炒作派觉得沈出毕竟是心进影帝, 突然爆出孩子对他的事业还是有影响, 而且平时很高冷的人, 现在在节目里多次语出惊人。 很明显这都是他演的, 毕竟以他的演技, 演个孩子爸爸是信手拈来的事, 真实派觉得我们是孩子父母, 是板上钉钉的事。 他们给的例证是我的演技, 根本演不出那种真实的, 厌恶前男友的感觉。 科CP归科, CP就是真的不管我的死活呀。 我还不想就此公开孩子父亲的事, 就和沈出商量要不再澄清一次。 他直接拒绝了我, 还打算和我一参加综艺。 本来这个节目是没有邀请沈出的。 他又是影帝, 平时请都请不起, 如今在节目上露脸, 给节目带来了不少的热度。 他觉得无所谓, 只要能和他儿子在一起, 他觉得钱无所谓的。 田舟听到这话, 皱着眉拿着奥特曼回自己房间去了, 边走还物自嘟囊, 别什么都往我身上推呀。 沈出是觉得无所谓了, 可是我觉得有所谓。 他人傻钱多, 不在乎这点小钱, 可是我穷啊。 我这些年一个人拉扯田舟, 事业又不太行, 生活紧巴巴的。 我和导演商量了一番, 终于商量了一个满意的出场费。 综艺上, 我和沈出躺尸, 田舟为了节目安排的各种任务, 四处奔走。 终于在田舟忙活了半天, 还没人做饭的时候, 他崩溃了。 他倒在地上, 说什么也不起来, 做饭了。 沈出去抱了抱他, 结果他就像一条没有骨头的蛆, 从沈出胳膊肘里又滑了下去。 我语气故作凶狠, 田舟, 你这是干嘛? 他翻过身看了看我, 认真道, 我换人设了, 今天是发疯人设。 说完, 又倒在地上, 四处乱拱。 我不知道他从哪学的这些话, 还学会发疯人设了。 从哪学的, 还会立人设了。 田舟拱到我脚边, 用脚趾头指了指沈出, 哼哼唧唧道, 小爹说的, 他说出门在外, 人设都是自己给的。 我看向沈出, 他眼嘴轻轻咳了一声, 舟, 换个人设, 高冷点, 少说话。 沈出本人性格就是个显眼包, 所以他经纪人在他出道时, 就给他立好了人设。 他的人设是高冷帅哥, 能微笑就不说话, 能定住就不活动。 很显然, 他的人设立得很成功, 要不是我对他比较了解, 都快被他骗过了。 沈出让田舟换个高冷人设, 田舟思考了一会, 摇头, 高冷人设不行了, 我要是不发疯, 你们不会放过我的。 田舟确实疯了。 我第一次体会到 他的熊孩子属性, 他满屋子乱窜, 但是什么都没破坏, 让我想骂他都没借口。 他甚至用自己的衣服, 将地板擦得正光瓦亮。 沈出捏了捏眉心, 也拿他没办法。 可是没人做饭了, 可不行。 沈出指了指外面, 找个地蹭饭去, 我们心照不宣。 田舟蹭完卫生间出来, 没看到我们, 把每个屋子都找了。 我们就在隔壁家庭里蹭饭, 通过摄像头看田舟的反应。 田舟找不到我们, 叹了口气, 对着摄像头, 道, 家人们, 谁懂啊, 我就是偷了个懒不想做饭。 我那不成器的爹娘, 就离家出走了。 我和沈出在隔壁家庭待了一下午, 他们甚至还担心孩子在家不安全。 沈出也有点担心, 问我要不要回去看看。 我摆了白手, 我自己带大的孩子什么德性我很了解。 一个家里总得有一个成熟的人。 很显然, 我不是。 放心吧, 他今天不来接我, 我是不会回家的。 沈出露出几分惊讶的神色, 对我竖了个大拇指。 快到晚饭时间了, 田舟终于敲响了门。 男主人开了门, 看到田舟, 声音都温柔不少。 来完了, 反倒田舟的声音有些故作老成。 叔叔, 我来接我妈妈回家。 哦, 你爸爸也在这呢? 田舟摇摇头, 叔叔误会了, 沈出先生不是我爸爸。 沈出从屋里探出头来, 啥玩意? 田舟进屋, 扯住我的手, 就往门外走, 边走边叹气。 妈妈, 我单方面宣布和爸爸断绝父子关系了。 我不知道他小脑瓜里又想什么, 笑着问他, 为什么呀? 田舟委屈地擦擦眼泪, 家里有你一个幼稚鬼, 已经很难带了。 现在又来一个, 我一个人要做三个人的饭, 太辛苦了。 而且他总是和我抢妈妈。 沈出帅脸都惊讶得没那么帅了, 蹲在田舟面前, 你说啥玩意呢? 那不是你自己逼我和你妈一个被窝的, 这才几天, 你就反过来怪我。 田舟哼哼唧唧地抱住我, 道, 其实, 妈妈, 都是爸爸拿玩具收买我的, 就是他自己想和你一起睡。 就知道这父子俩没憋什么好屁。 田舟又道, 咱们不要爸爸了吧, 他一肚子坏水, 就知道和我抢妈妈。 我凑到他耳边, 可是你爹有钱。 他几乎没有犹豫, 立马甩开我的手, 跑到沈出身边, 扯住他的手, 咧开嘴角。 爸爸, 我想了一下, 要不还是咱们俩过吧, 我会做饭, 收拾屋子, 你只需要在外面赚钱就好了。 这演技, 是真的继承了他爹的, 说变脸就变脸啊。 沈出绕过他, 走到我身边, 单手搂住我的肩膀。 如果只能两个人过的话, 那你才是被抛弃的那个。 田舟指着我俩, 急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小脸, 憋得红了又白, 才磕磕巴巴道, 回家说吧, 家丑不可外扬。 说完, 他背着手走在我俩前面, 回了家。 回家后, 他绝口不提 要和我们分开过的事。 他静悄悄地坐在书桌前, 拿着彩笔画着什么。 沈出一心都扑在我身上, 想招法地哄我开心。 虽然我还没有松口说原谅他, 可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我不生气了吧。 可是沈出看不出, 因为他是闲眼包。 他觉得我还是生他的气, 和他不过是表面上的和谐, 因为有摄像头在。 我实在觉得他有点过于粘人。 你要不去看看你儿子在干嘛吧。 他转头看了眼田舟, 田舟也抬头, 和沈出对视上。 田舟几乎立刻将桌子上的纸藏起来, 塞在肚子里回屋了。 又过了一会, 田舟出来了, 甜蜜蜜地趴在我身边。 妈妈, 明天想吃什么呀? 你来点菜呗。 就你拿手的呗, 什么饺子, 馒头都行, 别太辛苦了。 他皱着眉头, 摇头道, 这怎么行呢? 做点有难度的。 然后拿了我的手机回房间, 大约是去看视频学做菜了。 我无聊, 打开电视看剧, 沈出强制性播放了他出演的剧。 剧里, 他和女演员相爱相杀。 我疑惑地看着他, 你不会, 就是想让我看你和别的女人的爱恨情仇, 然后让我吃醋吧。 就在他俩马上要和好, 去过没凶没臊的幸福快乐日子的时候, 他关了电视。 那, 倒也不是, 就是不想让你看别的男人。 我一拳给他干得三米远。 他天天在剧里和女演员相爱相杀。 我在家守着个孩子, 连健壮男人都没见过几个, 想看个剧欣赏欣赏帅哥, 他还给我搞这套雄境的事。 他被我打了, 坐在地上不啃起来。 我便拿着他的手机刷视频。 刷着刷着, 居然刷到了别人剪辑我们的视频。 我越看大数据越给我推, 最后我竟然刷到了我和他的离婚证。 视频是这样说的, 刚刚, 李素素发出了和审出的离婚证明, 但是离婚证明却是手画的, 对此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 我皱着眉头看, 里面还截了几张图。 是用我的号发的, 配文是, 我李素素已于今日, 和审出办理了离婚证明。 那离婚证, 该有的都有, 就是画得很丑。 很显然, 是田舟的杰作。 可是他不知道, 我和他爹还没领结婚证。 离得哪门子婚? 下面的评论, 清一色的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我的周儿子发的吧? 笑得肚子疼, 他居然手画了一个离婚证。 刚找到爸爸, 就不要了, 不愧是我周总。 我把手机扔给沈初, 看看吧, 你儿子擅自把咱俩婚离了。 他挑眉, 疑惑地看向我, 不是还没结吗? 说完, 他拿出手机看了看, 笑一会又严肃一会。 他看完又气又好笑, 道, 还真是我的大好儿子。 我和他一起去找田舟。 他正乖乖躺在床上睡觉。 虽然眼睛闭着, 眼珠却转个不停。 沈初轻轻挠了挠他的脚心, 小声道, 舟, 去游乐园玩吗? 他眼睛都睁开了一个小缝, 立马又闭上了。 你不去算了, 我和你妈去了。 说完, 沈初就拉着我假装要走。 我松开沈初的手, 直接把田舟抱了起来。 你把他当三岁小孩子呢, 他装睡就直接强制起床就好了。 田舟终于绷不住, 捂着嘴笑起来。 就是, 人家才不是三岁小孩子。 他伸出手掌, 比出一个四。 人家四岁了。 沈初拍了拍他的脑袋, 是啊, 四岁都会强制父母离婚了。 田舟立马撅起嘴, 我一个人真的撑不起这么大个家呀。 沈初揉了揉他的头, 在他额头上亲一口。 乖, 早点睡觉, 我和你妈还有事要做。 田舟乖乖躺下, 什么事, 沈初牵起我的手, 给你生个弟弟或者妹妹, 和你一起操持家务。 我拍了沈初一巴掌, 说什么胡话。 第二天一早, 大约早上四五点, 田舟捏手捏脚地走到我们房间, 掏出我的手机。 我太困了, 没理他。 过了一会儿, 就听到厨房传来他稚嫩的声音。 叔叔姨姨们, 现在是早上五点半, 我已经起床给李素素和沈初做饭了。 虽然我是他们儿子, 但是我并不想叫他们爸妈, 因为除了血缘上的关系外, 我总觉得我才像他们操劳的老爹老妈。 我一个人四岁的人, 又当爹又当妈的, 将两个幼稚鬼拉着长大, 我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家人们, 别忘了给我点赞、评论、收藏啊。 有热度我才能接广告, 接不到广告, 我就快饿死了。 我们家应该就快添新人口了, 不知道是弟弟还是妹妹, 听说放开三胎了, 我希望二胎是弟弟, 三胎才是妹妹。 因为如果是弟弟, 我就可以让他和我一起照顾他俩。 如果是妹妹, 我一个人就要照顾他们仨了。 好了, 不说废话了, 我要开始做饭, 赚奶粉钱了。 沈初顶着睡眼, 在门口看了看田舟, 见他小小的身影充满了安全感, 又爬回被窝了。 又过了半个小时, 田舟在厨房叫嚷, 爸爸妈妈快出来吃饭了。 我和沈初顶着睡眼坐下来, 田舟先给我盛了碗粥, 又给沈初盛了一碗。 沈初吹了吹粥, 问他, 甜得咸的? 我可不吃田舟的。 田舟叹了口气, 你自己尝尝呗。 沈初咬了一点, 放嘴里抿了抿, 一张脸立马皱在一起。 怎么是苦的? 田舟往他的粥里捏了点糖, 倒, 本来是甜的, 可惜我的命太苦了, 田舟变成苦粥了。 我看了看之在不远处的手机, 看来是在拍视频。 今天是什么人设? 田舟装作苦大仇深的样子, 妈妈, 怎么能是人设呢? 这就是我人生的真实写照。 见我看着他不说话, 他又道, 好吧好吧, 是天选苦情家庭, 煮饭儿子人设。 他自己申请了一个视频账号, 因为不会剪视频, 他都是拍成啥样, 就发什么样的。 虽然视频略显粗糙, 但是盛在真实。 他迅速收获了大批粉丝, 一度有超过我的趋势。 我突然觉得人生不值得。 我辛辛苦苦在娱乐圈打拼这么多年, 到头来还不如我儿子随便做个饭。 沈初最近也很懊恼, 因为他苦心经营了多年的高冷人设, 因为田舟的几个视频彻底崩塌。 他是闲眼包的事实, 再也瞒不住。 不过还好, 他的事业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因为他的粉丝全都爬墙头, 爬到田舟身上了。 甚至开始直接叫沈初公公, 都想嫁给勤俭持家的田舟。 有粉丝调侃, 说不能叫他公公了, 毕竟离婚证都秀出来了, 顶多算是前公公。 沈初很生气, 非要拉着我去领证。 被我无情拒绝后, 他出门了半天, 回来带回来两个结婚证。 估计是假证, 但是看表皮还挺逼真。 他们父子俩, 脑回路真的是一样一样的。 沈初认真地将假证摆在一起拍照, 发到网上。 已婚, 里面还有我们俩的合照。 有一说一, 也太真了, 我差点就信了。 在一片祝福声中, 一个打架评论杀出重围。 这个结婚证, 怎么是明天办的呀? 我们俩是假领证的时暴露。 他懊恼地坐在窗边, 一动不动地望着外面发呆。 我拿过他身边两个结婚证, 打开一看, 竟然是他爸妈的结婚证。 他拍了后, 把我俩的照片辟了上去。 我无奈将结婚证还给他。 他越挫越勇, 每天都缠着我要带我去领证。 他已经好久没接剧本了, 我也好久没有邀约了。 有几个综艺, 都是要捆绑着田舟才愿意要我。 家里的经济重担, 一下子就压到田舟一个人身上。 田舟的视频每天的人设都不同。 偶尔高冷, 偶尔发疯, 偶尔温柔, 偶尔霸道。 他确实有点做自媒体的天分。 我和沈初一闲下来, 他就琢磨要结婚的事。 我咨询了一下田舟的意见。 田舟文言, 脸上不知是哭还是笑, 趴在地上半嗓, 才道, 这还重要吗? 反正你们结不结婚, 体会到结婚不义的人都是我。 我将他抱在怀里, 不是你说的吗? 你不能没有爸爸, 没了爸爸就像船没有灯塔, 鱼儿没有水。 田舟撇撇嘴, 明明是船没有翅膀, 鱼儿没有自行车。 沈初给田舟使了个眼神, 去游乐园, 玩三天。 田舟立马爬起来, 爬到沈初身上。 周玉怎么能没有爸爸呢? 没有爸爸田舟都成苦舟了。 沈初满意地点点头, 将田舟扔在家里, 和我领证去了。 田舟攀着门, 哀嚎声传出好远。 说好的游乐园呢? 啊, 我要发疯了, 臭情侣, 我是垃圾桶捡的吗? 沈初朝他摆摆手, 改天。 田舟和沈初的事业如火如荼, 我的事业依旧不温不火。 我已经在各个剧组跑龙套。 田舟虽然年纪小, 可是一点都没让我们操心过, 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就是, 偶尔我和沈初的照片会丢一些, 过几天又会出现。 我本来以为是沈初那个恋爱脑袋在身边欣赏了。 后来偶尔有一天, 我提前收工。 回家后, 没在屋里看到田舟, 打开卫生间门才看到 他坐在卫生间地上, 手里拿着水枪, 对着我俩的照片喷来喷去。 他一见到我, 立马慌了神, 将照片藏在背后。 呜呜呜, 家人们谁懂啊, 练枪法被突然袭击了。 他对着不远处的手机, 哭唧唧地自说自话。 你干嘛呢? 田舟被我一问, 才回过头来道, 练枪法呢? 我以后可是要批发一大堆火箭的人, 我还要去太空看奥特曼呢。 他用衣袖擦了擦湿漉漉的照片, 妈妈, 你放心, 我都是挑最好的照片, 明天就晾干了, 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 我叹了口气, 那你能不能拿你自己照片练? 这样绷你自己的时候, 能准一点。 他认同的点头, 小跑着回房间, 拿了一张自己的照片。 原来最近少的照片, 是被他偷偷拿去练枪法了, 可是也不全是被拿去练枪法了。 沈初在新剧发布会上表演武术, 结果动作太大了, 从身上掉下来一张照片, 和一个红本本。 虽然他飞速将照片捡起来, 但是还是有手快的摄像头对了过去。 是我的照片和我们俩的结婚证。 他被抓包了, 还满脸骄傲。 男人嘛, 恋爱脑点怎么了? 恋爱脑可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嫁妆。 网友评价, 人生赢家, 不过如我一般。 我很赞同。 婚姻嘛, 总要有一个是恋爱脑的, 才能长久。 很明显, 沈初就是。 家庭嘛, 总要有一个人为了维系家庭, 做出事业上的让步。 所以, 让步的是田舟。 而我呢, 是这个家的智力担当。 真正能干, 我呢, 就是这个家庭, 我,